大家好 這次要來攻略金獅子 這隻目前在崛起可能是上位的關係 比起冰原的金獅要簡單很多 所有的招式跟派生都蠻固定的 如果還不會打的話我跟你說 我們要和他做朋友 然後慢慢研究他 接近他 最後把他的底摸得清清楚楚 然後就會打了 或是你可以把這個影片看完效果也差不多 跳砍砍不到 居合這個界面好上任 先來講他遠距離會用的招式 金獅大迴旋 閃電球 這招的動作後會有大硬直 愛的爆爆 如果被爆到的話可以用翔蟲迴避 這招也有大硬直 閃電 嘴砲 這招的硬直也蠻長的 接下來講近距離的招式 獅子 獅子撈月 這招的第一下打到只會有小硬直 可以用出刀小霸體抵消 冰的啦 人物在他的前方的話有機會用這招 這招動作後有中硬直 連續虎通拳 他會根據你的位置決定打幾拳 動作最後周圍會有低陣效果 也有大硬直 居合這招有個訣竅 就是居地1-3-5-7拳 雙數拳居合常常會判定不到 泰施壓頂 這招也有地震效果 動作後都會有派生招式 每個階段派生的招式會不太一樣 像現在這個小黑狀態 離他比較近的話就會派生獅子撈月 如果離他比較遠的話就會派生我前面說的那些遠距離的招式 大後跳會派生閃電嘴砲 看到大後跳可以往他的方向靠近準備操作 這邊用了泰施壓頂 我們離得比較近所以派生了金屍撈月 納刀的話第一下不用管 居第二下 然後這邊利用他變成超級賽亞絲的動作來一發都割 這階段會多這招 咻蒙斗 被摸到只會有小硬直 金屍打地鼠 往你的方向垂三下 金屍瘋火輪 這招會派生愛的爆爆 居合或間接後可以鬥割 這個狀態的泰施壓頂 如果我們再離他比較近的前方會派生翻桌 翻桌要狙的話要等他掀起來一點點之後再狙 你也可以不GP翻桌直接大居合往他身後拉 這樣兜割的時間比較夠 如果在他的側面或後面會派生打地鼠 離他比較遠的話一樣會派生遠距離的招式 連續虎通拳 GD拳然後用翔蟲調整一下位置 絕對不是距離沒算好所以沒踢到 瘋火輪接什麼 愛的爆爆 離得太遠沒居到 無所謂的是非 這裡有翔蟲的話也可以兜割 泰施壓頂 人物在前方 派生翻桌 GP翻桌後要兜割的話時間會比較緊 金屍大迴旋 他現在要變超級賽亞絲第二階段 在他附近會有霸氣 判定大約是吼聲之後一秒左右出來 這個階段只要對尾巴造成一定輸出就可以解除超級賽亞絲狀態 他第二階的手會彈刀 可以利用氣刃斬或小居合等等內劍心眼的招式避免彈刀 第二階的時候也會有幾個派生動作不一樣 第二階瘋火輪之後會接水炮 大後跳會接左右跳跳師 然後再接一個小後跳 是要跳幾次 金屍大迴旋後 如果我們在他後方會小後跳 超龍快轉一下 打這隻建議帶大迴旋 因為有蠻多劍切大迴旋上任的機會 捆綁PLAY時他也會有一些派生連段不會用 直接變超級賽亞絲 趁機兜一個 撈月 居第二下 他的小硬直也很短 別貪刀 泰斯壓頂 這邊可能是捆綁PLAY的關係沒出翻桌 我是預判他要翻桌直接大居合提早拉到後方 這樣兜割時間比較穩 進第二階 打地鼠 第二階的大招 拒錘瑞斯 居合或間接到後面砍他尾巴就可以了 他現在倒在地上喊 老子風屍的外號十歲就有拉 有的時候解除狀態不會跌倒 可能是BUG吧 我還看過他小黑的時候手還是紅色的 輸出夠他起身就會直接變身 連續普通拳 居地一下 然後用飛梯調整一下位置 第二階 泰斯壓頂 劍切翻桌不回砍 兜割 這時候他也是風中殘除了 這樣也差不多把他的底摸得清清楚楚拉 那這次的金絲功率就到這邊 感謝收看 掰掰 掰掰